小时候,我爹看我随了他的长相 急了 一口气给我订了三门娃娃亲 可没想到 我展开了 出落的花容月貌 三户人家全都等着我急急 与我成婚 我急急前一个月 我爹眼见只包不住火 才告诉了我曾经订下过娃娃亲 虽有些突然 但作为整个圣经最优秀的女子 我还是很快接受了这个事实 毕竟婚姻之事 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总归父亲这般疼我 许得人家不会差了 我压下思绪 问道 是哪户人家 父亲吞吞吐吐 我心下一凉 莫非是小门小户的人家 但只要人品贵重 倒也无妨 却听父亲道 是晋国公府家的柿子 我松了口气 我与晋国公府的柿子 近凝眼青梅竹马一同长大 他为人温和良善 实在是做夫君的好人选 可父亲心虚地看了我一眼 又道 和碧横山庄的少主 我醋眉 爹爹 你这话何意 难不成你将我许了两户人家 我有两个未婚夫婿 碧横山庄在江湖中威名颇大 隐隐一枝独秀的气势 其少庄主苏明清 据说功夫出神入化 俊逸非凡 见爹爹摇了摇头 我松了口气 还好不是那般离谱之事 是三户 你有三个未婚夫婿 我 第三位是江南首富楚家 与你定亲的是他家的小儿子楚墨 父亲别过脸去 你小时候长相随我 丑的呀 为父日日夜夜 担心你今后嫁不出去 想着若哪家要退亲 总归还有备选的 他将我上下打量一遍 叹了口气 谁能想到 你长着长着 又随你娘去了 突然就展开了 结果如今三户人家 都等着你急急便来提亲 爹 坑女儿这件事 你是认真的 急急近在眼前 一月前便已经收到过楚家来信 说会上京来提亲 碧横山庄也应该在路上了 不得不说 我爹做的这事虽然离谱 但他偏偏还思虑周全 这三户人家虽都是非凡人物 但偏偏毫无交集 是以这三户人家如今都被蒙在鼓里 对此事一无所知 我服了服额 只觉得头痛得厉害 只是头痛归头痛 婚却还是要抓紧时间退的 我去信给三户人家表明情况 又背了厚礼致歉 希望娃娃亲一事能就此作废 我爹心疼的鬼哭狼嚎 这几门亲事你爹我嘴皮子都磨破了 才给你定下 你说退就全退 好歹留一家呀 我不搭理他 只是偶尔还是觉着有些惋惜 那两家的公子我未曾见过 倒罢了 但晋国公府的晋宁眼倒实在是有些可惜了 他年少成名 生得枝兰玉树 品性高洁 实在是夫婿的好人选 楚家和苏家路途遥远 一时半会定是收不到回信的 晋国公府倒是很快有了回应 晋宁眼第二日便亲自上了门拜访我爹 不知两人说了些什么 不过姝儿 我爹便来人换我钱去 想来晋宁眼是上门来问罪的 我耿着脖子便去了 晋宁眼眉目疏朗 卓越白色长衫 长身玉立 真真地俊秀无双 我爹在一旁笑得合不拢嘴 见我来了 诗诗然起身 宁眼哪 你与何言说吧 我这个老头子是管不了他喽 说完他便走了 留我一人应付即宁眼 我在心中暗骂我爹不讲义气 面上还是堆出笑来 眼哥哥 他汗手笑道 你心虚的模样倒是难得一见 见我笑容微僵 他吸满一足点头 抿了闽茶 半赏才道 我不介意你父亲所为 所以这婚事不必退 做了半天心理准备的我 啊 济宁眼面上虽是温和之人 但我比谁都要清楚 他若有十斤皮肉 九斤都是傲骨 他这般风光济月之人 会不介意自己只是备选之一 似是怕我拒绝般 济宁眼不再多言 起身走了 我爹鬼鬼祟祟窜窜出来 这下事情便圆满了 我叹口气 希望吧 我爹见我心神不宁 安慰我道 莫要发愁了 难不成另外两家人 也能不愿退婚 放心吧 没想到我爹的乌鸦嘴 还是这么灵验 三天后 苏家回信 无妨 苏家仍盼望 与莫家成勤进之好 我一脸茫然 为什么苏家 也不愿退婚 济宁眼与我十几年的情分 不退婚尚且说得通 苏家公子与我素未谋面 为什么不愿退婚 我爹抹了抹老脸 倒也不是素未谋面 我 嗯 你们幼时曾见过的 我深吸口气 爹 你到底还瞒了我多少事 他咳了咳 擦了擦额头的汗 应该没有了吧 见我眼神危险 我爹赶紧开口道 你十岁生辰前 家中曾来了客人 还在府里住了一日 你可记得 我摇摇头 没什么印象 那客人带了位小公子 年岁与你相仿 你还和那位小公子在后院中移到完了好长时间 我想起来了 是有个姓苏的小公子 他生得粉雕欲浊 虽与我同岁 却已高了我一个头 我在后院放风筝 不慎将风筝挂在了树上 这位小公子便自告奋勇 要替我取下风筝 他说他会武功 亲功更是一绝 这点小事不足挂齿 结果他哼迹半天 选择爬树 最后挂在树上 上不去 也不敢下来 我会武功 轻功一绝 他紧紧抱着树干 脸胀得通红 这树 这树有古怪 他吸了我的内力 然后他就眼睁睁看着我爬上了树 取下了风筝 我甚至还有余力 一边爬一边嘲笑他 吸了内力 他脸越来越红 最后挖的一声 哭了出来 往事不堪回首 那时我还未展开 面黄肌瘦 突然见着这小公子生得灵气斐燃 衬得我好似烧火丫头 话里话外都不太客气 所以 他为什么不愿意退一个烧火丫头的婚 他一定是怀恨在心 想娶我回去折磨我 好个苏明清 他在下一盘大棋 我爹却说我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 人家年年生辰都送来好些精巧贵重的礼物 我再次震惊了 我怎么不知道 我爹 礼物单子里不是写了苏家 我 我以为是与你交好之人送来的 那些礼物我都放入库房了 从未打开看过 我爹 我 苏家的信中还道 三日后便会上门拜访 父亲愁得白发都多了两根 直言悔不当初 我以为他终于悔悟了 没想到他接着说 当初口头定亲便好了 我就不该与他们交换信物 如今想赖账都赖不掉 果然悔悟是不可能悔悟的 在苏家上门前 我又收到了江南那边的信 到江南的信应该还未送到 怎么这么快便有回信 我打开信一看才知道 这并不是回信 而是两个月前江南那边寄来的信 信上说 楚家已经启程来圣经了 只待吉吉礼过 便可正是一亲 我算了算日子 呵呵 那这两天应该就要到了 只希望楚家小公子提醒温良些 到时候别直接给我爹来两全 不过想来 伤人逐利 又醉事圆滑 只求看在墨家多赔些脸面的份上 能接过此事 顺利退了这门亲 即便做好直面楚家苏家的准备 我也万万没想到 第二日两家就一同上了门 苏明清一身月蓝色长衫 见眉星目 如折仙般飘逸出尘 倒实在是有几分江湖高手的气势了 而一旁的楚墨镯墨绿色长衣 棕色瞳孔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明明是温文尔雅的相貌 偏偏他一笑 又显得狡黠精明 苏家的苏明清与楚家的小公子楚墨面面相去 我是来提亲的 楚墨哈哈一笑 好巧 我也是 众所周知 墨家只有墨和烟一位女儿 我爹在一旁扶鹅望天 我躲在屏风后偷看 笑死 出去是不可能出去的 我爹但凡还有一口气在 我都不可能出去 楚墨眉头微醋 我与墨家小姐自幼便定下了婚事 这位仁兄怕事来晚了 苏明清慢悠悠坐下 嘴角微翘 便灿若星辰 好巧 我也与墨家小姐自幼定了婚事 楚墨微愣 我爹连忙解释事情缘由 我爹说一句 楚墨脸色就沉上一分 待我爹话音刚落 楚墨的脸色已经黑如锅底 我爹愁愁着说点什么安慰他 却见他突然露出笑容来 无妨的 伯父 您将那两家的婚事退了便好 我爹 啊 我 足 又是个不退婚的 已经有点麻木了 苏明清坐不住了 站起身来 伯父 我也是这个意思 您把那两家婚事退了便好 正在此时 却听下人来报 宁国公府世子静宁眼求见 我爹 请进来吧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 就是说 他真的好勇敢 静宁眼 今日卓秋月白长山 白净无瑕 不染尘埃 进了门见到楚墨与苏明清 他神色不外露 微微点点头 坐到下手目椅上 我爹松了口气 没打起来就算成功 结果这口气还未松完 就听静宁眼笑意盈盈地开口 伯父 与他们的婚事退了吗 楚墨和苏明清文言立马看了过来 我爹 这口气还是松枣了 我爹站起身来 在我藏身的屏风旁来来回回 啊 哈哈 这个我感觉他好像在暗示我出去解围 但是我可以当作看不见 我爹开始有意无意地踢屏风 我暗骂一声 一点一点从屏风后挪走 结果还没走出屏风 屏风被他踢得轰然倒下 将正走到门口的我 漠然显露出来 众人的眼神落在我身上 我愣了 他们也愣了 既宁眼柔柔额头 和烟 我站直身形 看着面前三个各有风采的男子 我好像得说点什么 半晌 我迟一道 你你们好 众人 是已至此 已经和我预想的情况完全背道而驰 三人手遮我要我给个结果 总觉得他们一副你要是不选我 我今日就血剑当场的模样 我心里自是向着静宁眼的 毕竟我对他支支甚深 但总归墨家过错在先 这两人一副风尘仆仆的模样 明显刚到圣经便往墨家来了 若此时开口退亲 怕是亲家便仇家 我只得孝孝先安抚他们 不如先让我思虑一番 你们个个自然都是人中龙凤 只是我对你们两位实在不甚了解 可否给我些时日考虑 既宁眼眼神凉凉地掠过我 好似在说 你竟然还要考虑 但他最后还是点头硬了 他总是舍不得我为难的 其余两人店也跟着硬了 两人临走时 我爹竟然开口道 要不住在我们府里吧 你们舟车劳顿 我的爹 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些什么 见我眼神狠狠弯来 我爹顿了顿 舟车劳顿 我还是不留你们了 楚墨似笑非笑 上了马车 苏明清没有马车 只有一匹白马 我向来周全 便上前问他 可否需要马车 苏明清翻身上马 逆着光对我道 我碧横山庄虽不比楚家 但也不至于置不起几辆马车 不过是赶路途中收到某个小眉良心的信 说要退婚 这才急匆匆驾马而来 我恍若未绝 他又叹口气 我都三日未曾合过眼了 我大惊失色 那苏公子快回自家宅子休息吧 别死我家门口 太不吉利了 苏明清咬牙切齿 忽而又灿烂一笑 墨和烟 你真是和小时候一模一样 一样牙尖嘴利不饶人 果然什么折仙 什么出臣 和苏明清没什么关系 他一开口 就还是小时候那个爬树卡在树上 不敢下来的瓷娃娃 驾 还未等我回话 他便扬边驾马走了 马蹄带起尘土飞扬 银安照白马 萨踏如流星 如今是意气风发的少年狼呀 大发走三人 我与父亲对视一眼 不约而同地叹了生气 这三人没有一个是好相遇的 选谁都是在打另外两人的脸面 还是不如全退了吧 再晚两年一亲 全当是给三户人家赔罪 坐下决定 心头便松了些 晚间饭都比平时多吃了一碗 结果 我爹突然便哭了起来 都是爹爹不好 让你如今进退两难 若你娘还在 亲娘啊 我对不起你 没有照顾好我们的女儿 我眼皮都没抬 你知道便好 见她哭得更加伤心 我把碗重重一放 她立马收住声 咳咳 吓到打咳 不至于罢我的爹 我轻叹一声 爹 我还有不足一月便要急急了 即便此次不亦亲 我在你身边也留不了两年了 爹 从今以后 您要自己多上些心才是 如若实在顾不了府中之事 我停顿了一下 您续曲也无不可 生母早逝 我自从明世起便帮忙着打理府中大小事 到如今 莫府早已由我涨价 没想到父亲却一口回绝 不行 我绝不会续曲 他神色突然温和起来 莫府永远都是你的家 永远都有你说了算 我眼角微酸 别过脸去 随 随你吧 入了夜 我在小院里夺步消食 晚风微凉 贴身丫鬟便去给我拿披风 忽然一旁的槐树传来些响动声 我心下警惕 暗自退步 却听那树上传来清亮难声 小没良心的男子懒懒携椅在树上 见我望来 一跃而下 端得是风流四溢 我冷笑一声 恭喜啊 如今不会卡在树上了 可惜长尽的 只有武功夜间偷跑进女子院门 浪荡子 他文言微愣 苦笑一声 我这是为了谁 又轻叹一声 放心吧 不会有人发现的 十米外 有人过来我都能知道 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但也没好脸色 你做贼前思虑还挺周全 苏明清 你还是这般会说话 他换了一身天青色锦袍 黑发以白玉簪子高高竖起 实在是玉树临风 潇洒至极 只是眼下乌青深重 实在损了分颜色 我转过身侧过眼不看他 你深夜来 是有事 他便又行至我面前 我是想问你 可是与我 完全无异 我看他一眼 周围并无旁人 我若否认了 不会有危险吧 他笑了笑 又道 十岁那年 我见找你 我爹告诉我 你未来会是我妻子 我本十分不愿 可离了墨家后 却总时时想起你 见这些有意思的玩意 想着你会喜欢 便会在每一年的生辰礼中一并送来 可这么些年 我从未收到过你的回复 它神色暗淡下来 所以你可是完全无异于我 想起那堆尘封在库房的礼物 我心底一咯噔 但此时正是退亲的好时机 我很下心来 我与苏公子不过一面之缘 哪里来得意 苏公子既求两心相印 还是退婚得好 我与公子实在无异 说完 罪恶敢涌上心头 但不过片刻 我又欢喜起来 嘿 这下总算能退掉一个了吧 却没想到他说 啊 我不退婚啊 见我一脸正愣 他心情颇好 俯身贴近我 俊朗的面容在我眼前漠然放大 吓得我后退连连 苏明清又是一笑 你与我无异 我便讨好你 追求你 总归要让你心仪我 我恨恨到 那若我一直对你无异呢 他施施然道 那我们便先成亲 也许日久生情呢 那我若到死都没与你生情呢 我已经咬牙切齿了 他看向我 眼里好似盈满星光 那我也要与你一生一世 合着我喜欢不喜欢你 你都不退婚 我可算是明白了 苏明清点点头 我再也忍不住 一脚踹了上去 那你今晚来问我做什么 他没躲 生生被我踢中 明明不是多大的力道 他却抱着腿嚎叫 死人了 死人了 我这腿肯定是残了 你要对我负责 我冷眼看着他 赶紧死 晚间我噩梦连连 一闭上眼 都是苏明清追着我问 有意了没 有意了没 最近是不想再看见这张脸了 起了床 我如平日一般处理着府里的大小事物 莫府在圣经虽急不上皇亲国期 但也排得上号 父亲平日里是缺了些心眼 可他为官忠心醇厚 圣上也肯重用他 是以莫府多年来 也攒下了偌大的家业 我正忙着看账本 下人禀告我 楚家公子请我去看戏 我头都没抬就给锯了 没有人可以打扰我搞事业 过了一会 下人又呈上来一个锦盒 锦盒中躺着快色泽温润的玉 晶莹通透 是我向来喜欢的色养 这类型的玉有事无价 我平日也难得一见 下人道 是楚公子让我们呈上来的 说还请小姐赏个面 她倒是清楚我的喜好 算了 看了一上五账本 休息下也无妨 到了茶楼 我们正准备进去 却见苏明清突然出现 真巧啊 你们也来看戏 不如一起 最不想看到的脸出现了 然还不等我回答 她已经自说自话地进去了 楚墨倒是并未生气 但笑者领着我跟了上去 这茶楼在圣经也算首屈一指 只是没想到竟是楚家的产业 楚墨安排了最好的雅间 又点了我平日里爱看的戏 就连雅间里茶水 都是我平日里惯喝的 我挑了挑眉 她真是将我的底摸了个透 苏明清眼下仍是重重压青 人寺也有些违靡 想到她出现的时机这般凑巧 很难不觉得她是不是在墨府外盯了我半日 雅间里燃起香 味道清香苏雅 即何我意 可我问楚墨是何种香料 她却只笑小不说话 一出戏还未唱完 苏明清便已经睡了过去 这般困 正在思虑 楚墨开口道 可还和你心意 她以碧绿色玉簪把发挽起 丝丝缕屡屡扑在胸前 将她有些伶俐的面容 称得柔和两分 我看这戏 合不合我心意 你不是早就清楚了吗 楚墨清笑一声 将果盘中的葡萄一粒粒包好 整齐放入另一个盘中递给我 我还清楚 你爱吃葡萄 却嫌包皮麻烦 她到底收买了莫府多少人 已经想立马回去清理门户了 楚墨擦了擦手 又道 楚家虽小有家财 但毕竟是商户 当今圣上虽不再轻见商人 但商家父总归是不好听的 楚家已向朝廷捐了官 正四品 虽没什么实权 但名头也不算难听 她目光灼灼地看向我 莫和烟 嫁给我 如何 原来真的等我考虑的一个都没有啊 季宁眼早早便觉得胜券在握 认为我不过是在拖延些时间 好安抚其余两家 苏明清昨天夜里便前来我院中 楚墨今日一早在府外候我 个个都在步步紧逼 我轻叹一声 看向一旁还在闭目浅眠的苏明清 轻声道 你对她用了药 是 楚墨答得坦然 她不该来打扰我们 事下在乡里 我端起茶杯再饮一口 细细品味 解药在你与我的茶水中 难怪总有一丝色口之感 她含笑点头 你倒是聪明 今日之约 她显露了她的诚意 她的心意 和 她的手腕 我起身 这出戏没意思 小女子家中有要事 便先行离开了 楚墨跟着起身 她眼里金光闪烁 像看猎物般的眼神 落在我身上 梁酒才道 下次再给你排个好戏 我微微点头 转身离开 苏明清上一瞬还睡得香甜 下一瞬便见她睁开双眼起身跟上我 等等我 我微惊 你早醒了 她扬了扬头 自然 这迷药虽厉害 但我内力深厚 早已逼出体外了 或许是看我心情欠佳 苏明清也不再多话 送我回了莫府 便要告辞 她轻声道 好好休息 我看着她顶着乌青的黑眼圈 却一本正经地叮嘱我好好休息 心中好笑 却也奇异地多了丝欲贴 到底是谁需要好好休息 见我露出笑容 她也笑了起来 我想 夕阳余晖真讨厌啊 照得我脸发烫 爹爹下朝回府时 是挽着纪宁眼一同踏入的院门 父亲神情亲热殷切 哲儿你就放心 你是我看着长大的 又与和颜青梅竹马 他怎么都会选你的 纪宁眼便作一汉手 我的爹 你就少说几句吧 见纪宁眼望来 我只觉得一个头两个大 堆出来的笑都不如平时完美 与楚家公子去看戏了 我艰难点头 苏家公子也在 我更加艰难地点头 怪了 我在心虚什么呀 纪宁眼还穿着朝服 与平日里相比 多了分威严与贵气 戏好看吗 我终于可以摇头 真诚道 不好看 她便笑得如暮春风 下次我带你去看好看的 就看个戏 我自个儿还能看不起不成 纪宁眼是在府里用了饭才走的 父亲兴致高昂 还与纪宁眼喝了几杯酒 到今日在朝中 多亏了她出言转还 纪宁眼却为以此要求什么 提杯道 伯父一心为国 我不过做了任何一位为官之人该做的事 伯父实在不必挂怀 纪宁眼走后 我问爹爹 我若与纪宁眼成亲 是不是能助爹爹一臂之力 爹爹粗糙的大手 抚了抚我的头 和烟哪 爹爹不需要谁助爹爹一臂之力 爹爹只要做好自己的事 问心无愧便好 爹爹顿了顿 又感叹道 更何况 宁眼 着实是个风光济月的君子 他不会助爹爹 他只会助每一个能为百姓谋求利益之人 倒是我想爱了 竟一时昏了头问出这种话 爹爹也没什么远大报复 只想你 嫁个如意郎君 快了一生 爹爹 我当然会的 这几日 我拒绝了所有帖子与邀约 闭门不出 苏明清翻了刺墙进来后 被我痛骂 也不敢再翻了 既明眼偶尔会来府里 我未曾拦他 也许是因为他笃定 我会选他成婚 他反而倒不怎么提起婚事 他真的好自信 但也多亏如此 我只与他如从前般相处 倒也舒心自在 楚墨整日送些古丸字画来 不出所料 都是我喜欢的 我让人退回去 他却道 若是不喜 烧了便是 在他真的烧掉一副大家珍品后 我便也不再坚持 左右不过退亲时 一并归还 我看着那一堆字画 爱不释手 他送来这般多 我留下一幅 他应该也不会发现吧 还是算了 楚墨是商人 别到时给这奸商讹上了 苏明清更是无赖 在墙外以内力 直接将东西送了进来 不过 好在他所送之物 大多为有意思的小物件 收了道也无妨 有时是样貌如我的唐人 有时是样式别致精巧的朱钗 这些倒罢了 他昨日竟丢了个画本资进来 画本资里写的 是一个江湖游侠的奇闻异录 我本是打发时间随意看了两眼 渐渐地竟也真入了迷 看完后 我又有些怅然若失 问一旁的丫鬟 出逃 你说外面的世界真那般多姿多彩吗 出逃眨了眨眼 应该是吧 一望无际的大海 巍峨险峻的山峰 看不完的奇人异事 我又叫来人 从库房中取出这些年苏明清送的礼物 好在有人常常打礼 礼物基本仍完好无损 其中大部分礼物都十分贵重 看得我都不禁则舌 碧横山庄不愧是存续百年的势力 这身家虽比不过楚家 但比莫福 却是绰绰有余了 爹爹这关当得还是过于两袖清风了 我在其中挑挑拣拣 试图发现苏明清口中的有意思的玩意 我失败了 只找到了一堆稀奇古怪的东西 大多还损坏地看不出用处 更怅然若失了 随着急激励越来越近 我也渐渐忙碌了起来 没有长辈操持 所有的事都得我来定论 给哪些家下帖子 哪些人家关系不好 不能同桌 宴席上用什么花 当日叫的戏班子拍哪些戏 虽都是鸡毛蒜皮之事 但也正是细微之处 才能显得出能力高低 圣经中看墨家不顺眼之人等 遮看墨家的笑话 觉得我娘早逝 墨家无主母 当日的宴席定是一团乱麻 那我偏要面面俱到 事事周全 叫所有人都寻不出一丝错处 苏明清站在墙头 倒也确实没进来 何燕 有没有人说过 你向石头里开出的花 无论什么时候 都在野蛮倔强地生长 我捡起地上的石头 砸了过去 我现在就让你看看 什么是野蛮 明明没砸中 它却还是配合着假摔了下去 死人了 上次腿断了 这次胳膊也断了 不负责天理难容啊 我无嘴笑起来 心底的疲累倒是少了几分 出逃巧声道 我总觉得小姐与苏公子在一起时 特别活泼有生气呢 瞎说 既明眼将她嫡姐叫来给我帮忙 让我自管放手去做 她总会帮我的 我心下感激 这些年 她总是默默地支撑着我 楚墨送来了许多宴席需要的布置 我 我要的是普通菊花 我指了指地上大朵盛开的花 不是菊王 也没有要品质这般好的报身赤度 更别说一旁站着的二十位顶级大厨 楚墨笑笑 你配得上 我也不是说我配不上 是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啊 楚墨摇摇头 你是我未婚妻 一天没退婚 你便一天是我未婚妻 我总归得为你做些什么 最后 我勉为其难收下了东西 只是收得我心惊肉跳 我真的不会被讹上吗? 父亲看着楚墨送来的东西 喜笑颜开 只感叹 金钱真是个好东西 又到 如今楚家 也算京中新贵 许多人家都想与楚家一亲 我拍手叫好 好事啊 他若遇到比我好的 就会退婚了吧 我爹 我的乖女儿 圣经里去拿找比你好的女娘 这倒是 楚墨拒绝了所有的一亲 也未曾提及原因 倒惹的这些人家风言风语 我面色复杂 他到底给我留了余地 没将与墨家定亲之事透露出去 吉吉那一日 晋国公夫人在所有宾客面前为我夹击 碧色簪子插入我的发 她把我的手放在手心 温和道 要是宁眼能将你取进门 我便舒心了 我只浅笑不达 她声音不算小 许多人都听见了 有爱慕即宁眼的女子便心中不畅快 寻个机会便大声道 墨和烟客死了她娘 还长得与她娘越来越像 你们说 这是不是她话音未落 突然不知从哪里飞来一支箭 堪堪从她面门飞过 削掉她一撮青丝 她愣了愣 半嗓才贪软在地 苏明清慢悠悠夺不过来 脸上还带着不达眼底的笑 啊 不好意思 投壶失手了 在一旁玩投壶的男子们也都看了过来 那女子颤折手 指向她 你 你你 我心头暗自叫好 但为了不将事情闹大 还是连忙上前拉开苏明清 快向许家小姐道歉 苏明清无所未道 对不起呀 许小姐 差点把你杀了 她说得杀意淋淋 半点看不出歉意 天天那许小姐背着一下 话都说不出来 泪光盈盈 看得我都要可怜她了 墨和烟 许家小姐来参加你的吉吉礼 险些丢了性命 你不该为此负责吗 一旁的王家小姐突然出声道 她爱慕既宁眼已久 平日里仗着自己父亲镇北侯军功卓著 刁蛮霸道 连公主都不放在眼里 此时更是抓住机会 想要让我难堪 她眼神轻蔑 更何况刚才她说的有哪一个字 不是实话 你娘本来就是你客死的 我还未有什么反应 向来温和的静宁眼 却生了气 她斜着怒意开口 今日是墨小姐的吉吉礼 王小姐与许小姐 偏偏要以此虚言来诛墨小姐的心 可是有些过分了 静宁眼这一开口 更是火上浇油 静宁眼 你就知道护着她 我以为静宁眼会否认 而后开始说一堆大道理 就像平时她对我那般 没想到她直接道 是 我是愿意护着她 又如何? 静宁眼 你好会 王家小姐听到此话 差点气得一魂出鞘二魂升天 可她偏偏又舍不得骂静宁眼 于是将全数火力倾泻在我身上 她骂得极为难听 静宁眼脸色冰寒 又要开口 我拦住她 摇摇头 我越是泰然自若 便愈加衬得她毫无教养 果然 我看到周遭的人都猝起眉头 目中满是厌恶 今日来了这么多高门世家的夫人 日后王家小姐即便是仗着父亲的事 怕也是不好一亲了 王家夫人本与其他夫人在后院赏局 此刻听闻动静匆匆赶来 听清王小姐口中的乌言会语时 眼前一黑 周围人连忙扶住她 王家小姐正骂得尽兴 丝毫没察觉到逐渐走近的王夫人 直到脸上挨了个响亮的耳光 她愣住了 娘 我摇摇头 可惜了 这场好戏要结束了 王夫人拉着王小姐便要走 路过我时她高高在上地致了声歉 我只浅笑点头 许师走得太快 王小姐忽然一个步伐不稳 摔倒在地 她起身 谁打我 寂静的人群中突然传来一声不合时宜的笑 我侧眼过去 楚莫笑得毫不遮掩 简直是将王家的脸按在地上踩 王夫人拉着她走 你还要丢人现眼到何时 我侧眼看向苏明清 她对我眨了眨眼 我便知道了 方才王小姐摔跤是怎么回事 夜间席上功酬交错 宾主尽欢 除了许小姐 有诗家小姐来向我巧声探听苏明清 毕竟谁不爱风华正茂的少年郎呢 我面带微笑 好似是远房亲戚 并不太熟 远房亲戚 那家事便是普通 可惜了这张俊脸了 我没有反驳 楚莫离席的时候 专程让人来唤我去送她 她好似喝了些酒 神色微醺 和烟 王家的铺子 一家都不会在圣经开下去了 我连忙将她拉到一旁 她这话也敢说 也不怕被王家听了去 楚莫沉折眼 面上却是带着笑的 和烟 这不是在战场 长盛将军又如何 要害她 方法多的是 你 不必受这些委屈 我摇摇头 保家卫国的将军 不该折在这里 况且镇北侯最多也不过是教女无方 何至于此 她愣了愣 忽然捧腹大笑 我一脸茫然 笑完后 楚莫又轻叹一声 将我左肩的发青扶到身后 何烟 莫何烟 你叫我拿你怎么办 她忽而拥我入怀 我躲闪不及 被她抱了个满怀 莫何烟 我这一生 再没可能去爱别人了 啊 大哥 你竟然是真的倾慕我吗 我一直以为是因为楚家从商 需要娶个高官之女撑起门楣 所以她才不愿退婚 她松开我 你大概是不记得了 三年前 我们曾见过的 不是 你怎么也来这套啊 三年前 我办坐你府上送炭火的小厮 故意将金术弄错了 莫家的管家要责打于我 这也寻常 毕竟商贩在世人眼中不过是蝼蚁 但你贺庭了管家 管家细数我的错处 又道 不过是命笔草剑的小商贩 不值得小姐上心 你却将我扶起 一字一句道 商贩的命也是命 不比任何人轻贱 月光莹在她眼里 映出水光来 恍惚要叫我溺死在其中 夜渐渐深了 热闹逐渐散尽 明明浑身疲惫的 好似要散架 我却一点睡意都没有 我枕在窗檐上 正正看着月亮 这般皎洁清冷的月亮 也会在大海深处迷路吗 娘 你还好吗 为了生我而亏空的身子 如今已经康见了吧 我已经长成圣经中最漂亮的女娘了 娘 不用担心我了 心下正伤感 却见窗檐下忽然钻出一颗头来 苏明清 她好像脑子有病 我面无表情将她的头按下去 自言自语道 刚刚好像看见了不得了的脏东西 她又蹭出来 我便索性不去看她 她也不饶我 良久道 你喜欢看月亮 我点点头 她眼神清亮 一把抓住我手腕 走 带你去看月亮 我莫名其妙 我现在就看得到月亮 不一样 许是她的眼神太炽热 又或是我真的想看不一样的月亮 待我回过神 我已经与她一同上了马 我紧紧抱住苏明清的腰 她大笑一声 驾! 马蹄声散落在寂静的夜里 又在我心里一遍遍回荡 我胸腔里的心有力地跳动着 比马蹄声还要响 她带我出了城 来到一个小溪边 又不知从哪里找出个木筏 我与她躺在木筏上 顺着溪流缓缓而下 漫天星河在天上 也倒映在溪流中 我好像伸手就能够到月亮 我从未做过这般离经叛道之事 真是荒唐地要命 可 也快乐地要命 苏明清坐起身 她眉目练艳 干净明媚 你看 这月亮是不是要比你在窗前 看得要大 要亮 我笑道 是 她目光便炽热了起来 那便嫁于我 我带你去看大漠孤烟 带你去看碧绿草原 带你看星星 看月亮 我们醒来明月 最后清风 我们用松花酿酒 用春水煮茶 我们骑白马 直肠剑 快意恩仇 少年眼睛亮得发光 你不必在后宅局限一生 不必随时都带着完美无暇的笑容 不必争风吃醋 急急为营 我 带你去看看这个世界的模样 木筏随水流晃动 我看着月亮 它真的很漂亮 我想看月亮 所以我轻声道 好 天还未亮 苏明清送我回莫府 却在门口遇到了楚墨 我知道 他一直派人盯着我 却没想到这时候会见到他 看出楚墨有话要说 苏明清候在一旁 并不过来打扰 像是胜利者对失败者高高在上的施舍 楚墨没有看苏明清 他定定看着我 你做出决定了 嗯 我偶尔也在想 人生会不会不只是后院这四四方方的一片天 楚墨声音寒了似迫切 你若不想待在后院 我也可以做到 楚墨 不是的 总还有其他东西的 我轻声摇头 他沉默一瞬 忽而自嘲笑道 你喜欢他 我别过头 耳朵都发起烫来 有那么一些吧 与他在一起 我总是轻松自在地和楚墨在一起时 心底却是紧着的 楚墨沉默良久 苦涩道 那我呢 我怎么办 你 你自然是退婚另娶啊 我又不能嫁两个 我抿着嘴没说话 也不是没曾心动过 可谁让月亮太漂亮了呢 两日后 我将此事告诉了纪宁眼 他坐在我身侧 手中端着的茶慢慢变凉 却仍未见他喝一口 凉酒 他才轻声道 喝烟 你将我看作什么 我思虑片刻 知己 好友 哥哥纪宁眼白了脸 骤然迷腿起来 原是如此 我早该知道的 我与苏明清的婚期定在半年后 出嫁那日 喋喋哭得像这辈子都再也见不到我似的 我好像不是要出嫁 是要出殡 明明碧横山庄离圣经 也不过就几日路程 难为他挤出这般多的眼泪 成婚后 苏明清如他所说 带我看山 看海 看大漠 看草原 看得最多的 还是月亮 纪宁眼一生未娶 他抱养了嫡亲弟弟的儿子 成了世子之位 他一心为国为民 后来官至首府 爹爹提起他时 也总感叹 国有纪宁眼 实乃民之大幸 楚墨 爱 我想起他便要头痛 无论我与苏明清去哪里 总能奇迹般地偶遇他 苏明清先是恨得牙痒痒 后来便想开了 故意在楚墨面前与我柔情密意 每每集此 楚墨便黑着脸走了 过几天又出现 我实在忍不住问他 你生意不顾了吗 这般闲 他便悠悠道 我此地也有生意 算了 他愿意如此便如此吧 这一生是很好 很长的一生呀 番外篇 如果那天没有去看月亮 既凝眼 小时候 母亲便告诉我 墨府里那个瘦弱的女孩长大后 便是我的妻子 听说是先天不足 需要好好调养 才养得好身子 她真的好瘦弱呀 瘦弱到好似一阵风便能把她吹走 以至于每次狂风暴雨后 我总要去墨家看看她才安心 她七岁时 仍还是瘦瘦小小的 我便四处寻找治疗此症的方子 又常常送去滋补温养的膳食 许是起了作用 她真的一日又一日长了起来 每次见到她 她都会甜甜地叫我 眼哥哥 我心里便有股说不清的情愫 我名字里是眼 她名字里是烟 同音不同字 我想 这便是书中所说的缘分 她渐渐地展开了 落在她身上的眼神便突然多了起来 我不喜欢 我想挡掉那些目光 可是 她越来越光彩夺目 爱慕她的人比比皆是 那日同窗来对我旁敲侧击和烟的喜好 我说她最爱紫色 最喜辛辣 她便穿着紫色长衣 提着灌作辛辣之物的酒楼的招牌菜去莫釜了 我说谎了 她最讨厌紫色 喜爱甜食 同窗的下场 可想而知 可我却为此懊恼了很久 我不该这般心性狭隘 她是我一点一点养得这般好的 我该感到骄傲才是 索性她快要急急了 我的小姑娘 终于要嫁给我了 却没想到 她写信来让我退婚 我看到那几个字时 手抖得拿不住信 看完后才定了定心神 不过是些无伤大雅的误会 我本想立马去莫釜告诉她 可天色已晚 我终还是按捺住了 一夜无眠 后来 我见到了那两人 倒却是青年才俊 我心下紧张 面上却还是做出云淡风轻的模样 我一遍一遍告诉自己 她是我一点一点养好的女孩子 怎么会选别人不选我 可她真的选了我时 我却感觉不真切起来 我从她那么小 那么小就看着她 如今真的要嫁给我了吗 我揭开她的盖头 她面若春水 甜甜道 眼哥哥 我小心翼翼地拥她入怀 像是对待一岁的珍宝 以后 该叫我夫君了 其实我知道 她对我的感情并不像我对她那般 她看我的眼神太干净了 干净的 一览无余 但也许 今夜后会不一样呢 还好 命运带我不薄 成亲后 她好似终于将我当一个男人来看 不再是哥哥 而是夫君 她也渐渐地会看着我发愣 回过神来 又满脸通红 她看向我的眼神 慢慢地 有光了 知晓她平日待在后院有些无趣 我便寻了些外放的差事 总得带她出去转转 她高兴地埋在我的怀里 泪眼汪汪 我听到她小声说 谢谢你 我将她的脸拖起来 不太想听这句 她便弯我一眼 眸子里水光盈盈 喜喜欢你 这是 很好 很长的一生 翻外篇 如果那天没有去看月亮 楚墨 小时候 我爹是不愿让我从商的 他叹着气道 商人 下见呢 那我就努力让商人不下见 没过几年 风水轮流转 商人耐得睡未饱朝廷后 皇帝便提高了商人的地位 可商人下见一世 早已经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 人人都轻见商人 即便我将生意做到遍布全国 做到楚家成了江南首富 众人看来的眼神里却仍有份轻视 我有些疲倦了 父亲让我去圣经处理那边的生意 又提醒我去拜访墨家 我这才想起来墨和烟的存在 我素未谋面的未婚妻 我其实是打算去退婚的 娶妻生子与我而言 不过是化舌添足 集不上生意半分重要 又听说墨家女郎生的天资国色 知书达理 我心下痴笑 走南闯北 角色我早已见过不少 可那又如何 在我眼中 不过是红粉骷髅 我终归还是决定去看一看 伤人 总要是看了东西 才能决定要不要的 我乔装打扮进了墨府 一切都如意料之内 直到墨和烟道 商贩的命也是命 不比任何人轻贱 他好像突然在发光 不然怎么那般耀眼呢 回了江南后 我继续做着我的生意 但我知道 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 我好像 开始觉得结婚生子 也挺好的了 终于等到他快要急急 我背了十几辆马车的聘礼 从江南一路运到圣经 可如此一来 速度变慢了不少 我等不及 便独自先行 快点 再快点 我想见他 可没想到 与他定亲的 竟然不止我一人 我按下心底的怒意 一点一点与其余两人周旋 吉吉里那日 我喝醉了 我说要对王家下手 他竟拒绝了 他还是那个会站我面前告诉别人伤人的命也不轻贱的女子 许事久易上了头 我告诉他 我喜欢他 想娶他做妻子 无关利益 无关婚约 我只是爱慕于他 他被我惊得半赏喝不上嘴 我一点一点引诱他 若你做了我的妻子 楚家无需你侍奉公婆 你也不必守圣经中的这些规矩 我外出做生意时 你也可以与我随行 我库房的钥匙会交给你 你来管家 我绝不那妾 他眼睛一点一点变亮 最后他轻轻点下头 好 其中虽有利益权衡 但与我而言足够了 漫长岁月 他总会爱上我 毕竟 这是很好 很长的一生 很长的一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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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